大家好,我是以色列的Sarah。 我想在這段時間中和大家分享這個分奪遺盛的時候, 我們在這裏敬拜金色的禱告。 神在指定的時間,在這個時刻想說什麼? 我心中有一個禱告,就是一個希銘。 主對我來說,不是在說什麼, 把這個瓶的水放進去。 只要這個氣味是乾淨的時候, 就能夠有乾淨的水出來。 我覺得主想鼓勵我們去潔淨我們自己。 去到我們心裡, 我們每一個不同的房間, 在不同的範疇裡面, 讓我們去領受神這個潔淨的水。 是一個預備好的氣味, 是不會被毀壞的。 不會是我們自己加了一些新的氣味, 或者是扭曲了。 或者是以一個神喜悦的形式去表達出來。 而是一個分別為神的氣味。 然後是讓我們成為這樣的氣味, 去將神去談到這個。 這個也是關於我們說的話, 我們行事為人。 我們的決定, 我們的優先視像,我們的家庭。 所有關於我們的事, 都能夠成為可以聖在神的一個地方。 讓聖靈是被歡迎的。 他歡迎聖靈在我們每一個不同的範疇裡面, 讓我們這樣獻上自己。 我們會不會再說吧。 一個問題。 我們會不會給你一次。